赌王三房签进何超连的世纪婚礼,让人重新关注这个庞大博彩家族的财富。 赌王何鸿燊离世三年,何家在澳门博彩业中依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前,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Fourth公布2023年度香港50大富豪榜经营博彩的银河娱乐集团董事长吕智赫以身家149亿美元,约合1037亿元人民币高举第七位。 赌王家族成员中继承博彩事业的二房长女美高梅中国联席董事长何超穷,以身家38亿美元,约合265亿元人民币,从去年的28位跃升至22位。 四泰良安齐平房地产业以身家27亿美元,约合188亿元人民币,排32位。 新豪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何游龙何超穷弟弟,则以14亿美元,约合95亿元人民币,身家排名46位。 三泰陈婉珍的资产数据较为神秘,但外界估计他的财富不会比二房、四房少很多。 何超联大学毕业后,三泰曾将澳洲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交给他管理。 当时,超联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要飞到当地跟员工开会处理酒店装修事宜。 何超联给予大众印象是独立创业的富二代,在香港开牛肉面店,但事实上,他是三房里面学历最高的成员,外界默认的三房继承人。 当财富单位化为议员的时候,大家的感受不太直观,有人通过澳门中审法院网站搜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表,获得了四泰梁安琪申报的财产及利益公开表,足足有28页。 其中的数字并网友大开眼界申报文件的提交日期显示。 梁安琪最近一次申报是去年9月,根据文件,四泰的不动产如下,40套独立屋,183套楼与住宅,房子加起来一共是223套,243个车位,116套商用写字楼,11栋商业大厦,70个铺面,3间厂房,4块土地,6家酒店,2家服务室住宅,一个高尔夫球场。 这些看的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还不是四泰太名下最大的财富,她在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及荷家赌业王国的出资比例是8%,6%,该公司最新市值大约257亿港元。 据悉,公开表包括三项全球范围的内容,不动产,土地,企业或工商场所的股份,资本,任何非盈利机构担任的职务。 商业方面需公开出资比例,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及在公司中担任的职位,四泰太申报的28页内容,绝大部分是她参与投资的港澳及海内外公司列表。 由于数太多,这里只能展示部分给大家看看,澳门公职人员从2013年开始申报财产,那一年,四泰太, 申报了52套物业,其中包括一套独立屋,38套楼宇住宅,11个车位,2间商铺。 十年后,四太太的资产翻了不知道多少倍。 给何超连一样,四房的几个孩子,特别是何游君,都标榜用零花钱创业,但事实上,他们母亲一出手就是王诈。 四太太梁安琪曾豪置6亿港元,购买两套豪宅连车位,送给两个女儿何超营,何超新用于学习投资,何游君结婚, 西梦瑶生下赌王长孙,四太太急送上价值5亿港元豪宅。 这份财富列表简直快要闪瞎了小鱼狗眼了。 那么四太梁安琪是怎么拥有这么多数不清的财富的呢? 下面小鱼就来给你八一八四太梁安琪的传奇人生了。 众所周知,梁安琪是在一场舞会上被何鸿燊看上的,而这也成为一段被人津津乐道的佳话,虽然梁安琪的家境并不贫寒,但跟何鸿燊的财产比起来说是九牛一毛也不为过,忽略两人的年龄差距,这简直可以说是现实版灰姑娘的故事了。 然而,灰姑娘去参加舞会都需要仙女,便出南瓜车,水晶鞋和礼服等等,而梁安琪能出现在何鸿燊出席的舞会上,又恰巧能被她注意到这其中真的都只是巧合吗? 要知道,当一个人达到了何鸿燊的地位,普通人想见到她是很难的,而能够引起她注意的女人肯定不会是傻白甜,想往她身边凑的女人那么多,怎么偏偏就梁安琪成功了呢? 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令人瞩目的感情都不只是运气好而已,别人能够通过嫁人实现阶级的乐生肯定有她异于常人的能耐,而梁安琪在何鸿燊去世之后的所作所为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自古有云,最是无情帝王家,为什么帝王家的男人最无情呢?我想大家都看过不少宫斗剧吧。 九子夺狄的戏马每年夏天都在电视上循环播放,为了争个王位,亲兄弟之间啥肮脏手段, 都能使出来。而且,跟平民老百姓不一样的是,皇上会有很多的子女,多到甚至自己都会忘记某个子女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夺资源,皇子们肯定会想尽办法表现自己拉踩其他兄弟了。 虽然何鸿燊还不足以用皇帝来形容,但是在他自己的家族,他绝对是帝王般的存在了,寻常人家都是一夫一妻制。 他倒好,光明正大的娶了四个老婆,而且还像皇帝一样制定事情规则。 今天大房明天二房的,老婆们哭过闹过都没有用,就连梁安琪也说,刚开始都会想要毒宠,但最后发现根本没有用,只能接受这种方式了。 而且,何鸿燊一共有十七个子女,一般人生的子女都是追在子女后面硬塞资源的,像王健林就只有王思聪一个儿子, 他采访的时候就说拿王思聪没办法,训他的时候还得掂量一下这些话王思聪能不能受得住,不然他就走了,就不回家了。 何鸿燊就不一样了,生的子女多,哪个不听话冷落他就完了,子女往他跟前凑还不一定能凑上。 哪里敢像王思聪一样跟自己老爹叫板呢?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嘴,梁安琪还真的是运气爆棚,何鸿燊的前三个太太都是只生了一个儿子, 尤其是二太太蓝琼英,连生了四个女儿才拼到一个儿子,梁安琪则是连生三个都是儿子,不知道当时二太太有没有气到睡不着觉呢? 普通人只生两个孩子都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何鸿燊有十七个子女更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了, 所以子女之间的争宠不可避免,各房太太之间的暗自斗争肯定也会有。 尤其是当何鸿燊年纪越大,人们就越关注他财产分配的问题,一场争夺势必会发生, 所以当何鸿燊去世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梁安琪会大展拳脚,在这场遗产战争中拔得头筹。 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不仅没有参与这场斗争, 甚至还把自己常务董事的职位让给了二房的女儿何超凤,连股份也一并送给了他。 不仅如此,为了全力支持何鸿燊家族事业的发展, 梁安琪让自己的儿子何游亨把澳门娱乐公司的董事会席位让给了霍奇山。 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霍家抛去橄榄枝, 让何鸿燊的家族地位在上流社会中更加稳固, 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都想飞上枝头当凤凰, 唯独只有梁安琪成功了呢? 看她这些形式的手法就能明白, 这是一个顾全大局的女人, 会为了家族的利益而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 梁安琪这种顾全大局的思想, 不得不说是有何鸿燊遗风的, 何鸿燊能够以一己之力把这个家族发展壮大到如今的地步, 向上爬的道路上肯定思考的不只是眼前的三瓜两走。 自古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会富不过三代呢? 因为就算家族里有人能够像何鸿燊一样把家族发展壮大, 但很少有人的二代三代还能坚守一代的格局, 手腕。 而梁安琪的存在却让人对这个家族多了一份敬佩, 在何鸿燊去世之后, 他的家族里还是有人能坚持以他的大格局大思想去处理事情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四代梁安琪单独拎出来讨论的理由, 当何鸿燊去世之后, 所有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争得更多的利益。 只有梁安琪带领着他的子女在为整个家族的发展和长存在考虑, 他的所作所为当得起一只独秀的赞美。 在何鸿燊去世之后, 梁安琪不仅在事业上为整个家族的利益奔走, 而且还承担起照顾何鸿燊姐姐何婉红的重担。 当年梁安琪嫁给何鸿燊之后, 就在何鸿燊的只是下接手家族事业, 但何鸿燊的妹妹何婉琪一直从中作梗, 不愿意接受梁安琪插手他们家族的事业。 所幸何婉红对梁安琪有诸多照顾和打点, 才让他再起步初期站稳了脚跟。 虽然个人的能力很重要, 但在关键时期有贵人相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何婉红就是梁安琪的那个贵人。 在何鸿燊去世之后, 梁安琪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手无实权的弱女子, 但他仍然记得当年的恩情, 一直对何婉红照顾有加, 何婉红虽然很有钱, 但钱毕竟是死务, 没办法给到人温暖的, 尤其是人在年老的时候, 对温情和陪伴的渴望是金钱所不能比拟的, 而梁安琪的陪伴则给到了何婉红最大的慰藉。 如今何鸿燊已经去世三年, 但梁安琪仍然在坚持为家族事业而贡献。 尽心尽力服侍他的家人, 这份深情足以另类目。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也知道 梁安琪为何能成为灰姑娘, 还被何鸿燊那么器重了? 其实, 何鸿燊选太太她不是随便选的, 她所选的每一任太太, 对她的人生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一房太太李婉华家族地位显赫, 家族背景当初就帮了何鸿燊很多, 二房太太蓝琼应懂得处理各种事务, 还能轻松分担何鸿燊背后的工作和企业的管理, 三房太太陈婉针对家庭的打理有条不紊, 让何鸿燊可以轻松地在外面好好做自己的事情。 四房太太是门面, 她能进能退, 面对各种风雨都能笑谈风声, 在自己离世之后依然能够用为人处事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最后对于何鸿燊气重的梁安琪,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